今天没挪去园子避暑 怕是热着了您 这已经吩咐过兵库了 您这儿的供应会足足的 不去园子里也好 车马折腾也麻烦 再则 在紫禁城里 横措和横提来看哀家 也方便 是啊 皇娘守抄的经文 儿子已经吩咐人发散下去了 这是积德的好事 是 哀家抄抄经文 心里也安静 皇娘安心地移养天年 儿子自当效养 皇上 皇后娘娘突然晕血 怎么说 皇帝不必问了 赶紧去瞧瞧 儿子先行告退 走 姐姐方才吓死我了 没想到是这样的好消息 娘娘 皇上到了 微臣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皇上 皇后怎么样了 回皇上 皇后娘娘是喜脉 已两月有余 真的 千真万确 只是这几日数热难当 皇后娘娘身孕体虚 再加上动了气才会悬晕 这几日需要静养 以保无余 太好了 江卫宾 务必让皇后好生调养 保皇后和龙胎万无一失 是 微臣正就下去准备 皇上 你说是不是锦次在天有灵 怕咱们嬉下寂寞 所以又投胎转世回来陪咱们了 是啊 一定是锦次想咱们了 所以又回来了 还好姐姐无事 若是 姐姐或者肚中的孩子受到伤害 那么家贵妃就算死了万次 也难辞其咎 怎么 方才朕进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外头 是不是家贵妃又冒犯了皇后啊 是家贵妃言语出阁 冒犯了祖先和皇上 姐姐替祖先和皇上主持 提点了家贵妃 才动了胎气 她说了什么 家贵妃究竟说了什么 是关皇子 臣妾亦为人母 不宜多言 但说无妨 这皇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出来 皇后娘娘 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吧 皇后娘娘吉人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天气这么热 还要人在这儿等过久啊 皇后娘娘奉体为何 咱们焦心不已 都是心甘情愿在这儿等消息的 家贵妃若是不耐烦 大可以自己先回去 反正皇上在里头 等会儿 咱们禀告一声便是 话说皇后娘娘这身子也太娇弱了 只是悬晕而已 又未昏倒 何必兴师动众大惊小怪的呢 各位主久等了 皇后娘娘已经无碍 皇上请各位主殿内一坐 请各位主殿 traませ 坐 谢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奉体如何呀 臣妾们还等着 给皇后娘娘喝喜呢 皇后已无大碍 她已嘱咐皇后 卧床静养安胎 目前已经歇下了 那臣妾们 就等皇后娘娘奉体无余了 再向她请安道喜 只盼着皇后娘娘奉体安康 能再得嫡子 朕也盼着如此啊 如今中宫再度玉玺 朕心甚畏 目前宫中最要紧的事 就是皇后和龙胎的平安 是 贾贵妃 皇上 皇后玉玺 朕打算喜上天喜 你之前和朕提过 永城的婚事 朕想着 这永城年纪也不小了 是该找个好人家 你是永城的额娘 你有什么好的人选 可跟朕说说啊 多谢皇上为永城打算 臣妾 却有一和事人家 是和一亲王的次女 与散至大臣 扶松额的格格 格格是皇室血缘 奉子龙孙 与永城最是般配 奉子龙孙 你倒是挺会替永城打算的 凡是往膏里盘着去 不枉费永城 行八行四的福气 祖宗庇佑的福责 皇上 是臣妾失言了 可臣妾并无其他意思 臣妾美常告诫永城 有先帝和皇上这样的榜样 助遇在前 要他一定要用心为皇上做事 万不能辜负皇上 是吗 那前些日子遇事使者来贺 说要让永城 为孝贤皇后的四子 也是要用心替朕做事 不叫朕失望吗 皇上 臣妾母族 一心效忠大惊于皇上 绝无二心 只是臣妾觉得 孝贤皇后身后 只有一个和静公主 而无二个成绩 而孝贤皇后生前 又极为喜爱永城 日日抱在跟前 所以 所以臣妾才这般说的 皇上 臣妾只是不明白 让四二哥 去做孝贤皇后的四子 岂不是让四二哥 有了嫡出的名分 御事如此请求 到底所求为何呀 嬴妃 你红口白鸭地污蔑什么 皇上 臣妾母族 对大清忠心耿耿 绝无他心啊 自从御事啊 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 朝廷可就不安宁了 一切有心之人 试图窥探朕义 说起早立太子之事 皇上正值春秋鼎盛 年富力强 何须早立太子 更何况自先帝起 即便有了合议的储君人选 也是放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待龙玉冰天之后方能开启 以免会出现圣祖时 九子夺嫡的惨状 说这话的人 岂非是在诅咒皇上 真是罪开万死 皇上 臣妾与母族绝无此意啊 绝无此意 那你们要永成初次 为孝贤皇后的四子 是何意啊 杭八杭四之语 又是何意啊 你要永成做孝贤皇后的四子 你也不问问孝贤皇后 在九泉之下 是否会答应 皇上 这木兰围场之事之后 朕想着 永成应该不会做出这种 有腻人伦 谋害君父之事 可如今看来 有你这样的额娘 永成做出这种事情 朕也不感到意外了 皇上 木兰围场 永成忠心救负 您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 冤枉了臣妾 冤枉了永成啊皇上 朕冤枉你们 是你们拿朕的命来算计 你是有皇子 那又如何 还敢三番两次 在朕的后宫兴风作浪 你是何居心啊 臣妾不敢兴风作浪 是皇后 是他们害了臣妾的孩子 皇上 我 永成失宠 臣妾不敢有怨言 可永轩还想 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啊 于飞 永其嫉妒永成的宠爱 害得永成失宠 而后又去害永轩 你敢说这些 不是你们做的吗 你敢发誓不是吗 苍天在上 我克里耶特海澜 若有心想害家贵妃之子 便不得好死 死后坠入阿比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家贵妃 你口口声声说 别人害你的孩子 那么你呢 你敢发誓吗 你敢发誓 你没有害死孝贤皇后母子 你没有害了皇后娘娘 五公主 六公主 没有害了我跟永其 这些你敢发誓吗 还有慧贤皇贵妃 梅嫔 怡嫔 阿若 这些人你全都没有害过的话 你就用你母族的荣耀 还有你孩子的性命发誓啊 我 我发誓 皇上 家贵妃她不敢发誓 想必那些人 确实是她害的 发誓啊 皇上 臣妾若有所为 必遭报应 什么报应你说清楚 誓言不读 奴役为证 不然这样 你跟我说 我金玉言 若有害过这些人 欲使必遭灭族 你这个贱人 我金玉言和我的孩子 不得好死 你竟敢诵咒我们母族 你这个贱人 扶死 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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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贱妇 皇上息怒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还看王海镇的皇寺 霍乱镇的后宫 皇上 听清楚了 永远被向永城 继承者的江山 听明白了没有 皇上 娘娘 皇上如此动怒 要不要去劝劝 皇上对军艺员母子 早有疑心 尤其是木兰为常的事 让皇上情世难安 如今不过是 一病发作了 全是劝不了了 李渔 陆才在 传着旨意 封永城为贝勒 取和朔阿妇 扶僧俄之女为嫡夫妻 这 皇上 为何还要随着她的心愿 即日起 永城出寺 为吕亲王之后 从此以后 朕再也没有这种 不出不孝的孩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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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姑娘 皇上 皇上 仰仗兄弟儿 你不能了 皇上 通回西相公 废为庶人 仇俱之死 朕不想再接到她 跪 皇上您不能不要有证 坐坐坐坐 您可以不要臣 您不能不要有证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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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信不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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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